政府發言人今日表示 今日、明日和後日 全港的社區檢測站分別仍有約5萬 約8萬及約9.5萬個檢測預約名額 足夠應付稅晚過關人流需要 不過由於檢測人士集中於個別的檢測站 以及在個別繁忙時段進行採養 加上大量的檢測人士未有預約 已導致大排長龍 事實上 昨天和前天的檢測站 平均每日仍有超過6萬個名額尚未使用 政府稱為了配合檢測的需要 個別比較繁忙的檢測站已加強人手 政府又提醒市民 檢測站會優先服務已預約的人士 如果當日的服務滿額 未有預約者將不獲得服務 需要另行前往其他檢測站進行檢測 發言人士 先行預約並選擇名額較多的檢測站 可令檢測人士減省現場登記資料的時間 亦可避免眾多檢測人士 於相約的時段同時前往檢測站 而造成擠塞和長時間輪候的情況